Lady Girl Lady Girl We can't hold me back anymore 悲痛的母親在病床旁唱著歌 呼喊心愛的女兒 老天爺把我的最愛奪走了 我一定還會再把她生回來 你一定要再回來 立場 再見 影片一PO上網有民眾幫忙集氣 希望女童趕快好轉 但是媽媽拍影片的舉動卻引來爭議 媽媽在這之後也將臉書上 所有的相關動態和影片 通通刪除 就算病情不樂觀 還是有民眾一早趕到醫院 為小女童打氣 加油囉 其實早在3月4號 兒子發燒 媽媽就PO文求救 隔天放出開心出遊的照片 原來是為了北上看演唱會 照片中還可以看到 兒子貼的推熱貼 但之後女童也說不舒服 媽媽以為只是小感冒 趕緊搭高鐵回去 中途在新竹就診 確定是A型流感後 轉送新竹馬街 院方則表示情況並不樂觀 然後心跳也不穩 然後血壓也不穩 所以說當初 就當下看這個狀況 就直接入我們的小兒家戶病房 想不到就診後也惹出生意 榮總醫師透過臉書發文 說女童病重 卻沒用葉克膜 是否有可能該用 卻沒得用的狀況 衛福部要負起責任 但衛福部沉浸後 她卻發文道歉 說每個病人 都有合適的治療方法 應有主治醫師決定 對衛福部和照護團 感到抱歉 想不到慢慢愛女心切 錄影PO文幫女兒集氣 卻引來許多爭議 但還是希望奇蹟能夠發生 讓兩歲小女童病情能夠好轉 記者和孟圈新竹報導